这一天呢 徐老五打的了徐老五啊 就给当时宝哥 打出了个电话啊 还记得宝哥吧这个宝哥跟徐老五 虽然说宝哥说说收了徐老五 当兄弟呢但是俩人毕竟是两地啊 一个是辽宁大连附近 一个是北京这边啊 所以说他俩不找接触这事都过去了 对我一个多月了再上一次 哎这一天宝哥跟志哥 还有成哥他们打麻将 宝哥的电话就响了啊 这故事也随着电话就来了 哎啊 我是这个吴桑宝啊 谁啊宝哥 我啊那个 还记不记得我啊大连装盒的 那个老五啊我也叫小宝 咋的一个名 老五啊啊 咋不记得呢啊老五吗 我五弟吗咋的了兄弟 宝哥 不咋的我这不上北京吗 我办点事我行政你方便不 你在北京呢 我在北京呢 我刚到北京啊 你什么玩意方便 我心里方不方便我去看看你啊 徐老五是日上是硬网上提啊 这个他也不知道 也计宝哥他们这帮人能不能见他 试探的说 你看方便不方便呢 哎我去看看你啊 如果不方便呢 我给你带点礼物啊 两手准备啊 一颗恭喜 说说说说不方便的话 我带点礼物啊 我可以把礼物给你放在那儿 然后你拍人求也行 我给你送去也行 方便咋不方便呢 操自己哥们你来了 你你你开酒店呗 啊我我酒店开完了 你这么的 我告你个地方啊 然后那个你你往这来啊 你找不着你 到时候我我告我门口的 谁那个那个燕君他们接你 接到你啊 你过来 在这个在这个朝阳哪块哪块 哎就告当时志哥家的地址了 哎这徐老五一听 好好好哎我半个钟头就能到 我就在他附近 哎这不电话一料吗 徐老五啊带了个司机啊 开车来的啊 从大连 这不带了个司机吗 开这个车车里面拉了老多礼物了 啊带点海鲜啊 反正去去去去 全是好东西啊 那背不住也有海鲜都背不住啊 地方些啥的啊 反正带点带点带带点好东西 估计啊也得个百十来万的礼物吧 这也就是能有个二十分钟不到 这杜诚还问他说谁呀 装盒的徐老五 咋说来他们看看咱们的啊 说上北京办点事 你这这咱不能不接待啊 啊这这人挺好的 杜诚一瞅 杜诚讲话是那小子不错 不行晚着 安排他吃点饭才不走 哎 志哥也知道这个徐老五 这不就隔了能有二十多分钟吗 徐老五就到了 哎 到门口徐老五啊 还还很规矩的啊 刚刚才司机 你咋在门口停下你比进院啊 这个时候王彦军就就就就就就就 除了激烈了 包括这个陶墙他们一瞅 哎呀 那个大哥 你那个那什么 那个啊 对对对对 我是老五 那个车里面有点东西 还我跟你们第一了 是上手 哎这不几位上手帮拿嘛 各种礼物啊 拿了不少 哎 这个拿了不少东西 包括引力豪都帮着抬 抬抬光光的 这不就引力豪就说 来吧啊 往屋里进啊 屋里请屋里坐 啊 这不徐老五就跟着就进去了 司机他都没让进院 说你赶外面等我一会儿 进院 进院往屋一进 这杜城宝哥 还有当时这个啊 韦涛啊 志哥也不打麻将呢 啊 这大指甲 大指甲话 哎呀 来了老五啊 啊 老五一瞅 哎呀 你好你好 志哥啊 哎呀 这是涛哥 哎 这城哥宝哥 哎 你们好 你们好 打扰了 打扰了啊 这宝哥假话 打扰啥打扰啊 哎 那啥那个 啊 那个你那啥 你那个上北京干啥来了 开酒店没 没开酒店 给这住 啊 其实他们的关系没那么近 啊 志哥瞅烟板 新讲话 我家他们成旅店了 啊 来人就给这住啊 啊 志哥 说那个 要是没开酒店的话 给这住 这有地方啊 志哥 开了开了啊 我就是顺便来看看你们啊 因为几个哥哥对我不薄 我这到北京了 我哪不去 我得到我哥哥这看看 哎 你看徐老五都会说话 哎 这几个人一丑 小常假话 这么点 哎 那个 我叫 我叫老五吧 啊 也别叫宝哥了 叫宝哥那个 整魂了 啊 行 你叫小五就行 说那个老五啊 你晚上有没有局的 没有局的的话 你看这都下午了 你来趟北京 我妈安排你们吃点饭 啊 是不是 你来统领几个人呢 哎呀 就我跟我的一个司机 啊 没别人 啊 宝哥假话 你来干啥来来 说我有个哥哥 跟北京 人家那个 呃 过生日 我来参加生日 啊 就是老五 也有自己的 这个朋友圈啊 北京 上海 广州 你包括这个广州 还不少认人呢 后期才知道 哎呀 操啊 讲话呢 说在一人害他们 你还认识 认识认识 我有一个好哥哥 老五的圈子也听过 哎 去老五讲话 说我北京一个哥哥 过生日 我来溜达溜达 哎 随便来随个礼 哎呀 多长天啊 那个说得后天啊 那行 那正好晚上没啥事 那就那啥吧 那多长啊 啊 给鸡巴我弟的 找个好地方啊 接个份 都长给扯 他妈 撑你弟弟 那个 好想啊 进那个紫禁院啊 进紫禁院 哎 哥哥 我安排 我到到北京 我请哥哥 就什么你安排 啊 你他妈有钱的是你的 到北京 必须哥哥几个安排 哎 说你坐一会吧 打会排一会 咱就去吃饭去 哎 徐老五改旁边这一坐 四季改外 都没赶进院 一直从三点多等到五点 你这边掏墙 也给谁 也给这个当时这个 哎 江里行党学的电话 说那个 诚哥跟宝哥 晚上安排一个贵客 啊 找个包房 对 哎 定好好的 这么吗 当天晚上啊 老天 这个宝哥 诚哥 包括韦涛 这帮也是包括这个 徐老五 他们一起 来到紫禁院 那王紫禁院一进去 该说不说 就是装哥 你再去不好 你也没有这种饭店的 对不对 大连能不能有 这个跟紫禁院 差不多的饭店 背不住有啊 但是装哥肯定没有 老五可以说 也算是建筑师 往一瞅这个店里面 装修啊 绝对拿他当回事的啊 那不废话 改屋里面吃吃喝喝 沿着这个席间呢 老五是非常非常诡计 啊 你看看 装哥给大连那么狂 到这个非常举速啊 宝哥都是说 你不用太举速老五 这是咱喝酒 那啥 那个你开酒店 你明天那啥有啥 阿妹妹 嗯 宝哥 明天 明天我也没啥大事 你明天没啥大事 你能不能 明天白天咱再去 明天白天 这个旅你 逛一逛北京啊 这个胡同的 这个那个的 一些这个传统文化啥的 不行看看升级啊 升级我看看 你们忙你们的啊 中午有时间 我请你们吃点饭 哎呀什么你请 这大伙请你的啊 不用管了 那不废话 当天晚上 人敢这样的啊 跟这个徐老五喝的挺好 哎 老五挺受拘束 去拘束 第二天早上午 九点多钟 哎 大致就上他父亲 那个单位了啊 因为大致他爸 讲话呢 这个岁数越来越大 然后工作难为啥的 这个平常也没时间 唠家常 大致偶尔这公司 就该北京离得近呢 就走看他爸 上午十来多钟 起来他妈的这帮人 一看三缺一 啊 讲话说 他们缺个人正好 这公司啊 老五就来了 嘿嘿 找来了 啊 保个尾套小诚 哎呦我擦 那这这这这老五来了 这会打麻将吗 老五一瞅 那个我们都大脸麻将玩法 反正你们教我几把我就会啊 不会输还不会 不会赢还不会输 没问题啊 咋来 坐坐坐坐 这不徐老五给人家坐 丁刚的 他们干上麻将了吗 到中午至哥回来一瞅 哎呦我擦 啊 昨天还挺规矩的 这今天这录像随俗了 老五叼眼 啪 发财 哎呀 这个回了 啊 玩上了 玩上了 这个 缺个人 我这排搭子 啊 没少数 徐老五数三十多万 无所谓啊 陪几个人高兴啊 大致讲话 这行 下午那给我安排 前两天 老铁就在北京 啊 老铁啊 就是很顺利的度过 没出啥事 哎 第二天的晚上 大致安排的吃饭 啊 那不废话 吃完饭 最后这一顿饭吃完了 大致还问 说老五啊 你啥时候走啊 说我 说我 明天参加完那个活动 我可能后天 或者大后天走 啊 大连还有很多事 说行 啊 你走之前 到时候你跟几个哥哥 那个给你送个行杀的 啊 没问题 没问题 啊 志哥 那你们明天 你们就忙宝哥 我明天呢 我去去参加那个 啊 我那个朋友生日宴会 啊 宝哥还问你去 该哪呀 呃 说宰了个长安俱乐部 哎呦 我擦你嘛 杜城一瞅 这个老五 你看灯和那粗 人家段位不低呀 那给长安俱乐部 聚会的那帮哥们 老铁那哪个穷啊 对不对 那那那去一次都十万二十万呢 那不是二代 那也是那也是 富富富富 不是他们官二代 也是富二代呀 啊 都有钱人啊 啊 说说老五是老五 人脉行啊 擦 吴哥一笑 那个那明天明天我去 明天你们就不用找 那个麻烦你们了 那不废话 哎 就在第三天 徐老五来到北京的第三天啊 这不就徐老五去参加生日宴会去了吗 也就参加生日宴会的时候出的事 说咋的呢 说长安长安俱乐部就在哪 就在这长安街边上啊 这个长安俱乐部可以这么说啊 当时是会员制的 你一般人还进不去 哎 那都得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比如说李嘉诚了 马云了 这些有钱人啊 人家给你给你这个 哎 发的这个卡 他跟美洲报俱乐部还不一样 像天然人间有钱去 就可以去消费 哎 就是说说白了 就土财主随便啊 但是这个地方可不是轻易能去的 你说说说 那没有这个邀请函 没有那个贵宾卡的 没有贵宾卡 那个你同行的人去 也可以给你带进去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不废话 这个第三天晚上啊 几点 六点多钟 这个长安俱乐部的包房里面 就来了当时就得有十五六个人了 啊 其中还有两个女的 啊 这个十五六个男的 其中有一个大哥啊 啊 姓张 叫张哲的 他就是当时啊 徐老五的这个北京的一个大哥吧 哎 这张哲就是我的 所以来的都差不多了吧 哎 哎 哎呦我操 啊 我来一个弟弟过来了啊 哎 啊啊 老五啊 哥 我到门口来 那个服务员 八台说的要什么会员卡 我这也没有卡呀 不让我进 啊 吵 那啥啊 送我 你去 下去 那个拿我那个会员卡 去去去 把那个大连那个叫老五呢 给我接上来 哎 哎 哎 行行行 我等你哥啊 哎 一个司机模样的小助理 下起来拿个卡 啊 徐老五改门口没让人进去 哎 到吧台了 说那个 这是我们那个啊 顶上贵宾包的啊 啊 先生 欢迎 这不给徐老五就带进去 这个徐老五往屋一进 啊 这个宝哥啊 他也叫他名字也叫个宝嘛 这个徐老五这宝哥啊 往那一进啊 咱管叫吴宝子吧 挺好听啊 这吴宝哥往那屋里一进 一瞅 人家屋里面啊 各顶哥都是穿金带银的 说白了也都是那些 哎 有钱人 都是这个张张张哲的这个朋友 但他并不熟啊 哎 这老五一进屋 这个啊 那个我来了 啊 来老五来来来来 给你介绍介绍 啊 我那个啥啊 给大伙介绍一下的啊 呃 我一个好弟弟 哪里呢 辽宁大连的附近的啊 那个叫这个宝子啊 就老五老五的家里面排行老五啊 这个徐宝子好听啊 说这个徐宝子啊 这个家里面排行老五啊 那个你可以叫这个老五五弟啊 都没问题 就保着这也行啊 我好哥们特意从大连 值得我过身来的啊 这个大伙呱呱呱呱呱 这个小子哎 来来来 欢迎欢迎 哎呀 老五哎呀 因为徐老五长的吧 一瞅吧 说实话 是一种实惠人的脸 别看他社会啊 长的是社会脸 但是你一瞅这个人吧 不奸诈 没有说的意思吗 哎 这不老五就今天五一瞅 各位哥哥好 各位哥哥好 挺客气啊 这不就是做吧 啊 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 哎 大伙子开始推背幻战 啊 改这个天然人间啊 不是改天然人间 改长安俱乐部 这喝着等有十来分钟酒的时候啊 七冬啊 这个因为毕竟老五是属于外来 从大连来的 这边人多数都是北京的 明白没后者 天津附近就是离着都不远 哎 老五是东北干来的 啊 然后都是老五 那个东北人吧 好好唠 好卡 好催的 这他也就唠出来了 啊 这张哲就说 说这个老五 我跟你说啊 改大连 人家正经也挺好使啊 知道不 哎 增点买卖 人家他哥啥的都行啊 改大连有啥事的话 你们走的时候啊 留老五电话 你到那里 我绝对好使 老五给面啊 五哥一丑 必须的必须的啊 那个有啥事啊 然后到大连啊 到这个大连附近啊 你就辽宁那一片 你就找老五就行啊 其实都是客气话 没啥吹牛逼 老五确实跟辽宁好使 老五确实牛逼 哎 玩社会 这时候老五就已经有人命了 哎 人有人命 以后玩社会 我跟你说 他就喊 哎 但是 这屋里面有一个大哥啊 瞅瞅 别人还对老五挺客气啊 说哎呀 你好啊 老弟来喝一杯 再喝一杯 那喝一杯 啊 隔了就快快四十分钟了 一个大哥就说话 说那个 啊 这个大哥啊 也姓张啊 跟那个张德一个姓 叫张亚斌 哎 亚斌大哥就说了 说那个 弟啊 哪里你是这个辽宁的啊 啊对呀 我是辽宁的哥 啊 那个哎 那个老五啊 这这这这这叫雅斌大哥啊 张亚斌 雅斌大哥啊 人家也好啊 好哥们 啊 你好 你好 金哥 哎 这个张亚斌 瞅瞅瞅老五 这辽宁哪里啊 啊 哥们啊 我我我辽宁那个大连的附近 下面有一个小地方啊 庄河庄河 哎 啊 辽宁大连啊 对 哥 那给大连那边附近去辽宁 有啥事的话 你资个生啊 走的时候给你留个电话啊 啊 给大连好使呗 老五一瞅 因为人老吃吧 就是可能这个大哥就是第一感觉瞅老五就不太顺眼 就这么回事 人也别行 别说啥好事 可能这个大哥瞅着徐老五 他可能就不找不找顺眼 说那个 你大连那边好使呗 徐老五一瞅 那个 谈不上好使 有啥事的话 啊 这个别人要不不好办 你找我啊 我我给你办啊 没问题啊 这是毕竟都是哲哥的好哥哥 我也叫生哥哥 你比我大 因为这个张亚 张亚斌多大岁数 四十出头了 比徐老五大 徐老五刚多大 三十左右岁 老五一瞅 有啥事就吱声 啊 大脸 哎 哥们 给你打个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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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啊 啊 那个 辽宁安闪 嗯 那边有没有熟人 安闪 安闪 安闪有啊 啊 安闪有事啊 哥 不是安闪有事 啊 安闪有事啊 我跟你提个安闪的哥们 啊 啊 你说你说哥 说这个 男人们喝点啤酒都愿意出 很正常 盼道啊 催牛逼 说安闪的 嗯 英哥认识不 啊 安闪的英哥 什么英哥 说 安闪的桂英大哥知道不 啊 桂英大哥 那大哥好事不 啊 徐老五 当时 眼一愣 说 谁 我 我没太听清 啊 我说 安闪那边的桂英大哥认识不 啊 那是我一个好哥哥 那大哥好事不 啊 桂英 张法英 什么张法英长寸 桂英 徐老五讲话 那个 徐老五真没听过啊 徐老五讲话 说那个 没 没 没听过呀 啊 啥呀 没听过 啊 徐老五讲话 说是玩玩社会的 还是干啥的 啊 说是我不 不太值得 这一下子就把当时很多人啊 都瞅着呢 这些朋友啥的 说一瞅 哎呦 擦 这这咋的 这这 这基本 张亚宾说个言 人家没听过呀 咋这样啊 就挺丢丢面的 明白吗 哎 但这时候 谁说话呢 你啊 不是别人啊 当时咱说这个东道主张哲就说话 哎 鸭屁 啊 提提提提提什么英哥 那英哥的从安山 出来多少年来 那那那都到北京 那那这还还提英哥 他上哪知道去啊 说桂英大哥 没没听过呀 啊 那个哪个是桂英大哥 真不知道啊 啊 他还以为混车会人呢 其实不是混车会人啊 哎 咱们就可以告诉你 不是混车会 不是 徐老五混车会 不知道啊 我知道这个西柳斯特荣 安山徐铁 辽阳 什么这个 哎 那我都听过 这这这 杨东学 这这这这 这我真没听过 哼 哎 这边这个 这是张哲 行了 别提了啊 那英哥都出了多少年来 那从辽宁 那上哪 任人去 别扯 没用 来来喝酒 喝酒 啊 徐老五还纳闷 你说谁是英哥 英哥干啥的 啊 这时候 咱说 谁呢 这个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张哲还怕 徐老五的耳朵还说一句 啊 聊聊聊聊 聊宁的在北京那边当官的啊 那个不是社会热会的啊 啊 徐老五讲话 我说的吗 那他妈当官我上哪认人去 我哥哥背不住认识 我基本上哪认人去 对不对 我一个玩社会的啊 徐老我没当回事 但他没当回事 让对面这个叫张亚斌的这个大哥就有点不得劲了 其实你说有啥不得劲 你提个人说不认识不肯正常啊 这不当时在说这个叉就打过去了吗 这个叉打过去了啊 这喝回喝小酒啊 小酒喝差不多了 不跟你说了吗 西柳四条龙 西柳四四龙一份 他一句话呢 给整梅他 那见他都得嘎嘎客气啊 非常客气 呃 喝了一会酒 从晚上从这嘎嘎几点 就从这嘎嘎七八点钟 就喝到了晚上九点钟 啊 就喝了有点懵逼了 喝好之后啊 说喝好了 这一公斤咱说了 这个 这个张亚斐 因为张哲大哥过生日嘛 张亚斐也算是一个好哥们 他俩之间 半了半了 所以说都四来岁了 啊 他就说了 说这个啊 别给这个 啊 别给这顶玩了 给这顶玩啥呀 这这这这 那啥 找地方 咱插会个 啊 因为咱说了啊 这个长安俱乐部啊 他这就是属于啥呢 属于高消费场所 这第一消费口 第二呢 他这定是说实话 就是这些啊 二代呀 包括这些啊 能有能知识 他们在一起 其实是与生 不是个欢乐的地方 就是基本认识人脉的地方 明白没 其实真正玩 他真不如天然人间 这么的 咱换个地方啊 早点唱会歌 一会玩呗 上天然人间啊 这是张哲一瞅 亚飞啊 上天然人间 你能安排啊 哎呀必须我安排 擦 这个玩不开 咱咱上到哪 上天然人间 上天然人间 那个玩呗 都不差钱嘛 这都我安排 这不就大伙就起身 说那别玩了 说上天然人间 九点多钟 上天然人间正好 哎 走起身 起身那时候 这个张亚飞啊 特意来到 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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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五身边 就问了一句 哎 哥们 你忙忙 你要没事的话 一起去啊 你看十多个人 他不问别人 他就问这个徐老五 如果聪明的人 一听就听明白了 徐老五一瞅 啊 啊 那个 徐老五一看就明白了 他他妈不得已自己啊 就是不想让自己去 我有点事 哥 那那那那 兵哥你们玩吧 我我就不去了啊 我我我 我有点事 啊 有事啊 有事那就问他啥了啊 这张哲一瞅就不对劲了啊 张哲讲话是不整事的吗 不问别人就问他 张哲毕竟你徐老五从大连来的 这干啥呀 你呢 啊 老五 你有啥事啊 啊 一起去 一起去啊 啊 这徐老五一瞅 说那个 这个 小声说的 说我看你那哥们啊 不咋得意我 我就别去了啊 然后呢 跟他们也不算熟 这个明天有时间 我再单独再找你啊 我再来 这个北京再待两天 呗 啥事没有 啥事都哥们 啊 就去 杨平就那样 那个 到天神间 就不差你人 这么多人来的 是不是 那个应该把你司机都带上 啊 不 不得了 走吧 走吧 走 走 走 听我的啊 今天必须听我的 都得去 那你说作为东道主 人家张哲能差这一个人吗 能把他给撵出去 是能回事吗 张杨平就是不想带他 这 徐老五讲话说 那我安排也行 用什么你安排 走吧 走走走走 哎就把徐老五给拉去 那废话不都说 大伙人啊 前都后仰的 上了车了啊 来到张世山 说这个天人间那时候啊 来到天人间那时候 几点呢 九点半不到十点 啊 大伙进 往后一进 你这边 你这边 你这张亚平安排啊 总来 这这这都是有钱人 张亚平一见乎 这啥的个 服务员 把你家那个 小女孩都叫来啊 这这好的 那这什么前排的 姑娘啥的 哎 酒啥的啊 这个上 不差钱啊 整 哎 说你好哥 还马上啊 哎 这边就安排姑娘 安排酒水啥的 哎 结果啊 屋里面闹得红红 他本身他带了两个女的 去的呢 他们啊 有小马子啥的 哎 其中这个张亚平一抬头 哎呀 瞅瞅徐老五 哎 哥们 哎 你不说你有事吗 刚才没注意 你跟来了 当着很多人的面啊 你包括当着张哲的面 啊 徐老五一瞅啊 不是 你刚才不说你有事吗 你啥时候跟来的 不办事了 啊 那啥 张哲一瞅 不是 你基本 亚平你别就不讲事啊 我过生 老五来的 干啥呀 老五没事啊 我拉老五来的 老五啥事没有啊 这几家兵跟你开玩笑 给徐老五整挺没面 徐老五一瞅 没事哥 那个 我待会儿就走 啊 我没变意思 喝酒 喝喝喝喝喝 哎 不待一会儿 还叫了一些姑娘 徐老五啊 当时咱说了 哪有这么心情玩姑娘 徐老五都没选 哎 大伙选 这徐老五讲话 哥 我不要了 待会儿就走 十分二分 我这花的钱放不上啊 谁安排咱也放不上 哎 这不就徐老五连姑娘都没笑 说白了 存存给人家这个张哲面 说 哲哥照我来 我再点个锚 待会儿我就进不撤了 哎 啊 那废话不多说 他们刚待到十点 啊 这个聊会儿 这大伙 人家北京班的啥的 李李进的熟的 就徐老五是外来的 啊 肯定跟他老师 就讲话就没那么到位 人家不打打了 呗 呗 待了一会儿 大伙也都没少喝 啊 这工具 谁呢 这个张哲就接了个电话 哎 哲哥哥 你看他是东道主 他过生 他在这屋里面没啥事 他接了个电话 哎呦 我操 屋里面操冷到闹的 哎 啊 啊 也做买卖啊 他都是生意人 说那啥 那个啊 支票支票啥 还有啥问题啊 我出去啊 我等会儿 我跟他说啊 啊 好 明天下午 要那个财块啥的 那啥跟你打仗 对对对 支票有问题 不行就先勤呗 啊 实在不行上银行 预预 他打电话 他就出门了 他就来到走廊了 那他这一出去 屋里面人 剩下的十来个人啊 还有女的 有男的 就二十来人吧 哎 张嘉宾呢 就瞅着这个徐老五 他妈不得劲 可能也就是徐老五 说了一句 说有啥事 给辽宁那边淡好使 可能就 说了这么一句话 还是好心 没别的意思 啊 他瞅瞅 哎 哥们 爸了一个哥们 坐徐老五边 老五一瞅 啊 哥们 哎 我问你 那个铁英大哥 那是我好哥哥 啊 在辽宁那么聪明的眼 你不认识啊 啊 你是特意说不认识 还是真不认识啊 哥们 啊 徐老五一瞅 哥 我真不认识 那个 那当官的吧 我接触少 刚才那谁 那个 哲哥说了 说好像在辽宁当国管 那个 我哥被都能认识 哎 因为我哥是走仕途的 我不走仕途 我就做点生意 哥 我不认识 真不认识 我操 啊 你不认识 你哥呢 你哥干啥呢 啊 我哥哥那么宅 那个装神 这边 那个 这不就是一个县级 啊 是当这个小夫妇 小吃事吗 目前啊 将来可能 往大连掉 啊 你哥 啊 学到我一瞅 整的 不是 哎 你信不信 就你哥 跟我哥 铁英没有可比性 啊 说白了 就你哥 跟我哥一比 啥也不是 啊 信不信 一句话让你哥没影 哎 这话多他妈挑衅的 老天啊 就那意思 说你哥跟我哥一比 那啥也不是 啊 这 啊 徐老五当时脸吧 因为徐老五毕竟流氓 脾气十足的 这个脾气是感着你 你这玩意 他妈一人在这儿三 老五就点不高兴了 但老五还没 确实也念 这个铁英大哥 确实牛逼 他也知道了啊 因为这个张哲跟他说了 徐老五一听 啊 脸是不高兴的 说是 啊 我哥哥也能比了吗 那是差不少呢 啊 是 咋的 说还不爱听啊 啊 老爹 去老五点 没有 所以说 别说给辽宁好使 啊 我跟你说 就就我哥 现在回辽宁都好使 行不行 不吹牛逼 我哥的秘书 回辽宁都好使 那真是 这个 那时候这个 铁英大哥的秘书 姓红 叫红春和 红春祥 这个红春祥 回辽宁 就是很多 就是那时候 呃 就是回到岸山的 回到什么什么 那个海城呢 是回到哪个地方 那都领导都去接待去 明白明白 就他秘书都得到我面 啊 是是是是 咋说还不高兴了 操 我哥 我哥秘书我跟你说 道具不良宁都好使 啊 所以说不用说 好 来吧 喝杯酒吧 敞啊 大乐远 来来来 喝一杯 来 拿个杯子啊 比不花花的出 这徐老五 瞅瞅酒 徐老五 他们想揍他 但徐老五 没敢 说实话 毕竟北京啊 徐老五 瞅瞅 那个 我 我喝多了 那个 我 喝不进去 咋的 喝一杯酒 喝一口 说你不乐意了 是 没有 没有那意思 没 喝 干 干 啊 拿杯子这笔啊 该说播说 这个 叫这个张亚宾 把酒给干 但徐老五 哪有心情跟他 几不喝酒 瞅了眼 杯子这个酒 嗯 舔一口 走呗 徐老五就准备 说要走了 等着这个张 张哲打完电话 进入 他就打个招 要走了 他都已经准备要走了 这不就没走出去 嘛 徐老五舔了一下酒 就往那一放 哎 肯定不高兴啊 哎呦 操 这张亚宾一操 咋的 你妈的 我都一把干了 咋的你 你 你不喝啊 啊 不是 哥 我喝不进去了 我没说啥呀 你看我 就就不喝了 还不行呢 咋的哥 我操你嘛 这哎 你个病啊 我他妈跟你喝酒 给你面子 你他妈是个疾病 你跟我叫啥 说两句话 不爱听啊 啊 操你 拿着酒瓶子 当时就给这个徐老五一瓶子 老五都没反应过 咋个事 都没想到能敢打他 啪的一瓶子 老五一不倒打 哎呦 但也就在这一瞬间 有的人就不干了 毕竟已经是张哲的朋友 哎 干啥呀 啊 兵哥 你这不找事吗 哎 别别别别打 别打 这这这这 这老五是 是哲哥的朋友 你这干啥 哎 这这工人一般人 也有去找哲哥去了 一推门 张哲哥呢 还打电话 啊 啊 公司的财务的事呢 怎么就这点事 怎么整不明白 交代你几遍 哲哥 啊 咋的 那个屋里面的谁 那个亚宾哥给那个 徐老五那哥们 他俩打起来了 你看看 怎么的 夸 哎 张亚宾就往屋里一进 老铁啊 正好看你当时徐老五无脑袋了 徐老五并没还手 可能就是他乡心里没有底啊 包括他对面提的这个大哥 也比较牛逼啊 等等嘛 一些因素 因为徐老五他哥跟他讲过 说你到北京啊 你千万别他妈瞎惹事 那北京上海呢 不是你下去吧 牛逼的地方 你不一定把谁给打了 哪个咱的 黄金国县 咱家 可能就没了 实话 这是当官的 很注重这些东西 要不给装盒 徐老五能干死他 老五 捂着脑瓜子 这公司咱说了 张哲也进屋了 咋的了啊 亚飞 干啥呀 亚宾呢 咋的了老五啊 啊 徐老五讲话 你妈的 你敢打我 啊 一无脑 说你敢打我 啊 徐老五也急了 准备要磨瓶了 但就在这时候 张海斌他一起 一个屋里面 这么多人呢 哗泡起来 哎哎 干什么玩意 哎哎 你看有人说话 说别想打徐老五行 但徐老五要想还手 人家不可能让他打 哎哎 干什么玩意 呼啦就过了五六个 就把这徐老五啊 给背中间了 徐老五也明白了 这边管能不能打过 我动手的话 我肯定吃亏 哎 五个五个脑瓜 这一出这个 啊 这这这这这 这张哲一手 不是啊 老五啊 咋的这咋回事啊 哎 咋的咋回事啊 哎 咋的咋的 欠揍 跟他喝酒 不急吧喝 但是喝的装逼 我说他懒字不愿意听 哎 这时候张哲就把徐老五 往中拉 拉出来到这个 天上人间的走廊 啊 奇怪对 咋的了老五啊 还行啊 那个老五也挺康干 因为炮子嘛 社会嘛也干账 老五的脑袋 就破了个口 没没太严重啊 啊 老五可能 刀枪棍棒的 可能没少爱 说实话 因为这个毕竟你牛逼的过程中 也许有个过程 老五捂着脑袋 这个 那个你不出来了吗 他又跟我提那个 就把铁鹰 铁鹰的 我就不认识他是干啥的 我说我哥没准认识 我哥是走仕途的 他说我哥跟铁鹰比 就是个鸡吧 啊 埋起我哥当面就说 你说你说这人一点不给面 然后拿酒跟我喝 我能跟他喝吗 我他妈给大量能整死呢 啊 我 我他妈拿个杯子 我喝一小口 他光给我一瓶子 找啥哥 张哲也听明白了 啊 张哲一瞅 但张哲我跟你这么说 张哲吧 也跟那个张亚斌 更好一点 明白吗 就都是 都是哥们 毕竟你交北京 那不能交外面 那不远吗 啊 再一个 他也惹不起张亚斌 啊 这张哲一瞅 哎呦 行了老五啊 啊 那个别找了 看哥面子都喝多了 那那那那那人吧 那个 我也整不了 他就那逼出入 啊 都没啥恶意 哥 没恶意给我打这样 有恶意的啥样啊 老五听我的 啊 他那个大哥你也惹不起 啊 犯不上 这么地吧 老五啊 你给哥面子 我离你上医院看看去吧 啊 老五一抹脑袋 哥 不用去了 啥事没有 我回酒店了 啊 我不找他了 不是 老五啊 你这脑袋破了 没事 上酒店 要个窗户梯 我站上得了 没事 哥 我我我回去 我不我不进去了 没事 我不找他 那那那那你回一下 啊 我回去了 我回酒店了 啊 哥 明天白天找你 啊 这老五就说说说 我回 我回 我我我我回去了 你说这个张哲 这个三六逼啊 他也没说说 那老五呢 我送到你上医院 我给你送酒店去 也没用 因为毕竟他那么多朋友 这逼说实话 人品也不咋地 说那行 那老五呢 那你回去吧 那那那你回去吧 那我那我明天白天 联系你啊 我这边还有客人 老五瞅着这个张哲 行 这个 我走了 老五走了 其实在这一刻 老五啊 我跟你这么说实话 他打这一瓶子 其实啊 我跟你说 我都不痛 老五这这心就痛了 说你妈的 我他妈从大连 我大老远的 我他妈让司机开车啊 说讲话没喝 把我到北京来 我也是这么拿了重礼的 我来给你参加生日宴会 啊 别管你那朋友再好 我他妈还有道理 你朋友给我一瓶子 你不但不伸张正义 啊 你不你不向着我不说 你哪管就骂他一顿啊 你给他个基本一脚 也是那么回事 而且 而且我说走啊 你 你他妈头都没回你 老五就得伤心了 明白说的意思没 哎 老五就挺失路的 就走了 哎 当天晚上老五回这个酒店啊 哎 都没跟他司机说 哎 这管 八台可能服务员 要个创客帖 或者要个啥帖上啊 老五他们回去挺挺郁闷啊 说实话 但是这个理智 让老五知道 这不是大连 这是北京 大连谁搞的 但是咱再说这比 这个张德进了包房 往路一进 啊 有时候真就这样 肉体上的伤害吧 并不痛 他的心比较痛 哎 等他一进包房 那个张亚彬一手 咋的了啊 走了他 那哥们 干啥呀 亚彬子 那最好的哥们 那都是 那从辽宁特意来给我过生日的 你这不能动手啊 你 啊 再说也没差啥 不是 我就基本烦的那鼻子 灯喝的往那一坐 辽宁好使 打电话咋的 他好他妈的鼻使 他滚奴的 就完了 咱玩咱的 哎呀 不是 这就不整不了你啊 你这 你说我过生日 这这么好的时候 你说你整这笔 咋的啊 那咋的 还要替他 就不笑我两下 不这 咋玩咋不得 玩咋不得 没事 这笔也不是什么好鸟 还没有 这不就 没当回事 哎 当天晚上哗哗的 就开始玩 但老体啊 谁也没拿着老五当回事 但是老五啊 这一夜也没睡好觉 时间来到上午九点多 第二天 司机发现了 问五哥 咋的了五哥 啊 五哥抽了司机 没事 妈的 啊 人家给打了一瓶 谁也五哥 别问了 啊 别说 回家也别说 他不磕着 哎 这时候啊 张嘉宾 老体啊 这个 这面部署啊 这个张泽 过生日那个张泽哲哥 就给他打电话了 哎 老五啊 啊 起来了 起来了哥 怎么样脑袋 啊 没啥事 那个一会儿中午吃点饭啊 那个我接你 你别来了哥 我现在都已经回大连了 往路上走了 啊 回大连了 其实老五没回去 听明白明白改北京的酒店 回大连了 啥时候的事 我早上去早走的 啊 我都快到大连了哥 啊 就不跟你唠了 那个过两天我上北京 我再看你吧 哥 这么地啊 啊 那行了老五啊 那啥时候在北京 昨晚的事不好意思了啊 行哥 没事没事没事 电话一溜 老五新讲话 你妈的这笔针子 紧接着 老五啊 就把这电话 打给谁了 就打给宝哥 喂 宝哥 你起来没 啊 起来了 刚起来 唱 哎 你那个 昨天晚上生日过完了 过完了 宝哥 啊 你懂不懂 那个 那个啥 你这个一会儿 那个中午吃饭 那谁 那个天津 那个张基东大哥 也来了啊 那个东西 那个鸡毛晚上啊 包括那个韦涛 我啥 咱俱一俱 啊 我跟你介绍 几个新朋友 不是 宝哥 我我那啥 我回大连 我就走了 走 鸡毛走啊 昨天晚上的事 刚刚那啥 你必须得跟你接风 你走也得明天走 哎呀 宝哥呢 那这么点 这两天没少忙 你们到北京 临走之前呢 我请你们吃点饭 谁能用你请啊 到北京来了 你不用管啊 你就过来吧 上志哥家 咱给志哥家集合啊 然后老铁 那个一会儿 咱一起出一吃下啊 哥 那那那我安排你 什么你安排 你过来吧 老铁啊 这宝哥 其实他真不是特意想告状 啊 就是赶巧 就赶到这儿啊 这当时咱说了 撂了电话 这徐老铁还合计 说这脑袋啊 有小口啊 就打打 他打的还不是门额头啊 就打在侧面里嘎的 说把这个贴啊 给他摘下去 啊 也不一定能看着啊 他这么小 哎 这不徐老铁就把这贴子还给拿起来 他没想这个去告状 你说实话 你五个的人挺好的 这么咱说了 徐老铁 哎 也没带司机啊 因为因为他觉得这个没那么熟 明白没 他挺受拘束的 跟杜城他们 他们在一起 让司机给他送到这个 资格家门口 让司机就回去了 这屋里面都有这次事啊 大志 为套 包括天津的张继东啊 还有当时咱说了 谁叫上海的汪海 也来了啊 包括当时贼呢 杜城宝哥 他一宝 啊 没啥事 他们就在北京去 这一进屋 五个一进屋 在门口的 尹利豪迎接 尹利豪就发现不对了 那个人的状态就不对 明白没 哎 就前两天来 今天有点欲语挂关 哎呀 啊 那个来了啊 哎 好哥来了 好哥 好哥就瞅着不对劲 啊 好哥领着去进屋 啊 好哥讲话 说宝哥 人来了 哎 宝哥他们打牌的打牌 啊 聊天聊天 就送人一抬头 啊 来了老五 五个一瞅 啊 来了宝哥来了啊 啊 诚哥 诚言欢笑啊 这个 为涛哥 哎 做那个啊 哎 不吱声 叭的叭的臭眼 这时候别人没注意啊 宝哥讲话 说打一会吧 打会麻将 咱们中午心一会 十一点多钟 那宝哥 十二点 打完麻将 出去吃饭去啊 然后晚上 阿妹 你夜等会儿啊 那个坐一会儿 马上完事儿啊 哎 都没人没人 没人太太太招待的 说实话 但也就在这时候 引力豪啊 就来到宝哥跟前 说那个乘哥宝哥 你看那个状态 好像不太对 啊 好像 哎 都声讲话 咋的来 再瞅瞅这个 啊 这个徐老五啊 坐那啥的 抽眼 哎 就情绪挺低落的 啊 这杜诚 瞅瞅 啊 老五啊 五个月抬头 啊 诚哥 咋的了 没咋的 老个家 讲话 情绪不高啊 啊 来跟你介绍介绍 来来来来 来 那个 别打了 别打了 那个 那谁 那个上海的 这个叫 叫海哥 叫王海 海哥 啊 人家上海老汪家啊 那那那讲话呢 他他他熟呢 那那是 皇上的老师 那是啊 你好海哥 啊 王海讲话 哎 哎呀 王海一样就见 所以你那脑袋咋的 来 啊 哎 没咋的 有意还往旁边躲 说没咋的 啊 哎 宝哥一瞅 别别别 过来 我操 我操你们脑子 找 烟也给揍了 徐老五一看 瞒不住了 啊 那个 没有 那个 多三晚上喝多了嘛 就就就参加了 生日宴会 喝多了 卡了 拽了 都成一瞅 说他妈那是卡的吗 那卡还能卡到侧边 这个的 那他妈眼瞅 这酒瓶打的吧 宴会刚拍的吧 啊 是不是眼睛给打了 宝哥眼花 老五啊 你要眼睛给打了 你到北京眼睛给打了 你他妈你支撑呢 你啊 你当时北京打了 你你眼睛给咳了 不相当于我眼睛给咳了吗 你他妈是我弟弟啊 这一话 让当时老五眼里在眼前一无脑袋 宝哥 我 多长点话 说实话 那个 我 我都有点 昨天喝多了 有点误会 关键我那中间有个好哥哥 我这不好意思说 我都答应我哥不找人家来 啥玩意 都成假话呢 啊 中间有几个好哥哥 他妈到北京 你认识别的哥哥有啥用 你宝哥那是你大哥 知道吗 你宝哥大连哪跟你说的 啊 那收你当兄弟 以后你到北京 你不用叫这个哥 那个哥的 他们有他们有啥用啊 啊 还还你说还怎么认识个你好大哥 你挨揍你好大哥帮你忙吗 啊 我就问你 许老五一磨脑瓜一醒的可不是啥的 说你妈的 我他妈还替张哲改的嘎考虑这事呢 张哲他妈的 啊 我挨揍张哲连他妈出来都没出来 给我送到门口 啊 今天我说我回大连了 屁都没机会放 就是 哎 这跟这许老五就得上劲了啊 把哥人家说 谁他妈打的你 跟北京 谁打你 不好使 打你就打我 啊 跟谁俩呢 妈的 许老五一瞅 杜上掌话说吧 谁打的 啊 这几个哥给你出气 是这么回事 哎 他就把这事讲了 他说 几位哥哥呀 那个长安俱乐部去参加这个生日聚会 我碰见我那个哲哥吧 有个朋友 提银跟我俩 我说我大连的 他说跟我提大连一个银 我说我不认识 啊 就因为这事 跟我俩就不乐意了 到天人间唱歌去 啊 跟我俩提这事 我说我不认识 跟我喝酒 我少喝两口 就给我一瓶子 我他妈也憋气 许老五点 我哪 我这 说我就想问问大哥 我先不说这个事大哥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 啊 铁英的那个大哥 他牛逼不 铁英的 徐老五也纳闷 他具体不知道铁英是干啥 什么职务啊 宝哥一听 谁 就铁英 他跟我提 铁英 哪个三绿B啊 我都没听过 铁英 铁英干啥的 我他妈就知道保城主事在北京 什么铁英 八英的 都城也不知道 都城讲话 干基本啥的 谁他也不行啊 打你啊 给打电话 走他家 有没有电话 几个人一抄 抄着把扰的 徐老五讲话 是我还没他电话 但是我有我朋友电话 给你朋友打电话 啊 约他 干 谁包使 啊 打你包使 就打给当时这个张哲了 就他这个北京 那个大哥哲格啊 哎 哲格就解了 还没出去呢啊 哎 啊 啊 张哲 这个啊 我啊 那个大连老五啊 啊 老五啊 你到大连呗 这个啊 我现在不是大连不大连的问题了 我心里问一个事 啊 啥事你说 昨天晚上在这个天安人间给我一瓶子 那个叫什么张亚宾的 他有 你有他电话没 你把他电话号给我 不是 昨天我都基本跟你说了吗 老五啊 那我朋友 喝点啤酒 完事你都不答应我不找他了吗 啊 你怎么找后证呢 五哥一听气也不打一出来了 说哲格 是你朋友 那你朋友 我大老远来了 哲格 我奔你来的 我参加你商业宴会 我也没差啥事 哥 我 我他没让他给我打了 我不得劲了 你不得劲 不是 你不得劲还能咋的 你说老爹 你跟我也好 他跟我也好 我还能让你打他家 再说你也惹不起人家 啊 你信我的垃圾不倒得了 我跟你说啊 能给你整没的 走啊 听我的 就这事这么的 不是 那个 这个 我是惹不起 啊 但是 但是我 我北京有几个好大哥 眼睛看不过去眼了 眼睛要 要替我出这口气 你知道不 我在北京 我没走呢 你在北京 还有其他大哥 你哪个大哥呀 不是 哪个大哥 我北京大哥也都行 眼睛就要找他 你把电话给我就完了呗 哲格 你看我也不冲你说话 是不是 我冲他 他打我找他 还不行吗 你把号给我 不是 你这 宝哥点话 跟他没啥 来 电话给我 宝哥啪就把电话抢来了 哎 你谁啊 你谁啊 我谁啊 我是他妈的 庄哥 徐老五的哥哥 啊 我叫他妈宝 他这个双宝 你咋的 不是我咋的 你哥们 你怎么像个虎子的呢 啊 你这个那个 你他大哥 不是 你啥意思 你跟我 我他妈啥意思 你他妈也叫个招 啊 你说你老五他妈的 从他妈大连开车 他妈不远千里来 给你过个生 哎 他们一瓶子 你连他们问都不问 啊就你这B样的人 你还配给人当大哥 啊 我告诉你啊 就你这B样的 我见你 我都揍你 你把那个打人 那小电话给我 不是 不是 你成牛逼呢 啊 你叫打人家 我我打他怎么的 我打他 啊 不是 咋的他多多多多 他俩懒子啊 你别说那没有用的 啊 把个人讲话 说啥没用的 他说可怜你一起走 啊 你他妈就不叫字 哎呀妈呀 那你要是这么催牛逼的话 那 那 那你这么呢 啊 人家大哥是铁鹰 哎 不铁鹰八鹰 木桂鹰都举不走的 今天 你告诉我该哪 找他 电话给我 行 啊 大哥你牛逼 我当你干啥的啊 你这么呢啊 那个 我把他电话号给你 然后我今天我就耗乎信 我看你他妈到底有没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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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揍给你啊 一会儿啊 我跟他联系 我上台的去年 我看看你到底敢不敢揍他啊 你去吧 你去连你一起削 你不怕死你就去 行 谁他妈不去 谁儿子啊 我把他电话告诉你 你记一下吧 我记记记记记 小成儿 拿电话记一下 啊 啊 这这号 你们号挺牛逼 六个腰啊 立棍 我接着把这棍给他卷折的 好了 电话八等一六 这个张亚斌老体啊 呃 当时在哪里 在当时北京这个朝阳的一带啊 人家声音也挺大 有些关系网 呃 而且张亚斌的常年在一个会所啊 叫育华院 哎 这种人他没啥字就给育华院住啊 电话就响了 当天呢 他们 我不吹牛逼的闹 就是张亚斌玩的挺花的 都流氓混居 你还记得咱们讲的 昨天晚上是说那十来个男的 零俩女的包 那俩女的是大伙玩的 明白没 哎 他们就给那个育华院住啊 这啊 别管咋玩的 反正就是那俩女的 就不能跟那扣着的啊 挺挺漂亮的 哎 这不就十来个人 就那俩女的吗 改的改一席呢啊 就给育华院的 他们昨天晚上就给育华院住的 第二天刚起来也是 啊 那种小他 小他他米的房房 也知道不 全是走地铺 就像日本似的啊 就整那笔碗 喝点茶啥的 电话就像了 哎 嗯 啊 谁啊 你叫什么张张张张亚飞 是不 啊 不是张亚斌啊 你叫张亚斌 是不 啊 我是啊 你谁啊 我谁啊 我谁不要紧啊 你昨天晚上是不打人了 打人了 他操我 他妈哪天都打人了 啊 昨天晚上上楼还给一个服务生一个嘴巴的 不是 你你你谁啊 哎呦 我操你挺牛逼啊 啊 我告诉你啊 你昨天晚上你打别人我不管 你把我弟弟打了 啊 你弟子谁啊 我弟弟大连装盒的徐老五 啊 徐宝子那是我弟弟 啊 让你给一瓶子对吧 啊 啊 我知道了 是我咋的 咋的啥意思啊 哥们 啥意思 我问你在哪呢 我过去就揍你一下 还啥意思 哪有那么多废话呀 你告诉我 该哪呢 你来说个地方 我过去啊 不是哥们 哥们 不是你干啥 我我干不干啥 啥的你看我好不好使就完了 我过去 我去你不电话挺牛逼吗 六个棍 利棍啊 在北京 我棍给你掰折的 宝哥挺硬啊 你来吧 我告诉你 你过来吧 啊 啊 你说什么地方 朝阳区有个浴华院 啊 我在这浴华院会所的 你过来吧 啊 行 你他妈给我等着啊 半小时之内 我肯定到 等你等你 哎呦 来吧 我看他们你干啥的 电话巴登一料 张亚 兵都没 拿这个乌双把当回事 因为他在北京也挺牛逼 因为你想想他认识的人物 是不是 北京那个张亚 张亚兵刚把电话一料 这边谁呢 这边咱说了啊 就这个张哲 过生这个张哲 电话就干起来 一瞅 阿哲 啊 啊 啊 这个 不是 那个 大兵呢 你接不接着一个电话 啊 我接着电话了 啊 咋的了 不是 刚才有个逼叫什么警报案 是是是说要打你去 给我的要电话 说说那个大连装和徐老五的哥哥 啊 我接着了 咋的啥意思 怕的呀 不是怕的 这逼他们干啥的 不知道啊 哎 这边干啥干啥的 啊 你干啥呢 我干家呢 你过来啊 我过去 啊 我过去 我过去 我看看他妈到底谁 啊 他妈的 这老五该北京不认识谁 我记得呀 啊 不好意思哥们 哎呀啥不好意思 才能基本找着谁 没事你来吧 啊 我在这玉华院呢 好嘞 张亚兵 这个张亚兵打完电话 这个张哲也没当回事 等着喝的带个四季就过去了 啊 很快啊 这个张哲到了 一进屋 没告诉你屋里面那俩女的都起来了 哎 穿衣服他们坐在 喝点茶 说一会吃点饭 说 哎呦我擦 说那个 亚兵 你没找人 这亚兵讲话找害人啊 找谁啊 我说你这谁来个人 你不怕爱死我 我怕气泡爱死 该北京谁他妈敢动我 吹牛逼 整死他 我看他是谁 因为他觉得啥呢 敢跟他打电话交板呢 无非就是这些二代啥之类的 明白没 啊 他没真正爱过黑之会毒打 这种人 说我他妈看看谁 讲话 建材 建桥 拆桥 是是建墙 拆墙 过河 啊 建河拆河的 说你爱这谁来谁来 我看看是谁啊 我只要打个电话 就能给你整走 这时候非常有底气 挺狂 根本就没找人 这边 那咱再说这边啊 宝哥把电话一撂 宝哥一瞅 说谁啊 哎 王燕君还记得吧 在这个济南收的 说燕君 你把家伙带上点 那谁啊 吉利老黑 这边小陈讲话呢 说那个陶强 都跟着啊 那谁那个陶哥跟着不 啊 那个哈哥 大伙瞅瞅 啊 这时候韦涛讲话 说这么呢 咱那把几个人去 别结巴那边 咱就不找人给咱撂的 啊 那敢跟你叫吧 那给北京 我估计也不是一般炮 啊 我打个电话 我把小五哥叫了点 啊 都说讲话 叫小五哥 对 叫点小五哥 别这么吃亏 韦涛本身 您自己就不靠他爹 他也是个小夫 富小时时的级别 知道不 不到五十四多岁 刚个小时时 挺那么厉害了 那级别富时 韦涛讲话 我叫点凶的 别倒那个阿赛就弄不过 你 再吃亏 不丢人了吗 把个讲话 对 弄小五哥 干啥 妈的 俺弟也揍碎毁 这家伙 俺弟也揍 韦涛拿电话 就打给当时一个部下了 那个 哎 啊 这个李连长啊 啊 我是那谁 哎呀 首长 你这么的 你带领一个小牌牌 对啊 然后那个奔哪去 奔那个玉华院去 啊 就这个朝阳区 有个玉华院的会所 对 我们也往那赶啊 对 叫得身体好的啊 素质硬的 叫个二三十人 啊 是 说了 废话不多说 这边出了 大概也就是一个牌的兵力吧 大概三十左右人啊 十一个班 十十个人 三个班就是一个牌呗 三个人 那边人从小对对 这边就出了人了 那这边 他和大叔 大概也就去了 能有个十四五个人吧 车改半道上 啊 宝哥就说了 说那个老五啊 一会儿去 我告诉你啊 暗地你给我削的 别废话 别跟他基本唠啊 别基本考虑 你那哥们什么 叫张哲的面子 他是唠吃唠插话 连他一起揍 因为考虑到这个 老五说 别基本考虑面子 啥 一会儿 他把我揍他 对 硬气点啊 车很快就赶到这 小五哥新去的 新到点啊 五哥的车 当时去了个吉普 啊 加上那个一个解放吧 就这俩车 啪啪啪 从车上就跳下不少人 一花园的这个服务员 八台还丑呢 门口怎么来帮啊 啊 小对对的人呢 干啥呢 啊 新路过或者干啥 没知声啊 人也没进过 等谁呢 等韦涛他们来了 车咔咔往那车一停 韦涛他们车上往下一下 啊 你那小队队带头一瞅 哎呀 啪啪啪 报所长 队伍集合完毕 啊 请指示 啊 进去 哎 就是一句话说 进去 你那些小五哥 跟着领导啪啪啪就往里进 这时候八台一手 哎呀 哎先生 你们这是啊 你们这 哎 这时候他找的因为是村村小五 啊 往这屋里这么一进 啊 宝哥讲话了 别这声啊 找人 跟你没关系啊 电话就播过去 播给谁的 播给张亚宾 张亚宾也接了 哎 在基本哪个包 我到了 哎我擦 到了 楼上二零八啊 二零八你也敢带 行 等着 走 二零八 胡拉下 这帮小五哥就上去了 啊 这时候 老铁啊 屋里面咱说的张亚宾也好 包括这个张哲也罢 谁也没洗呢 说进屋就能揍他吗 根本就没想到 就听一窜 这个操大的脚步声 那些小五哥呢 训练非常有素 而且穿的都是那种小做 小做训啊 催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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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匀 哎 并没拿枪打的 并没有啊 老铁 哎 轻易拿枪 来说用小五哥拿枪打上 那是存级不扯 都不轻易 轻易不会用啊 啪啪啪门一开 但是该说不说啊 金丽老黑 还有这个王雁辉 他王雁军 他们是拿抢的 有几个 啪门着一推 胡拉下门就开了 屋里面地上 这塌塌米那小弟们 都是光脚鸭子嘛 他们 还有俩女的 你说哎呀 这怎么着 哎 胡拉下进屋一帮小五哥 把他们就围上来 屋里面就十个八个男的啊 你包括张哲 还有张亚飞 张亚宾 也懵 小五哥 他打电话 他没寻思 说来小五哥啊 说来流氓 我他妈踢白道 来白道 我找白道大哥 这 小五哥 也就一进屋 把哥们冲在最前头 领着他们修老鼓 啊 我问一下子 谁叫那个 叫张亚飞啊 啊张亚宾呢 张亚宾从地上往前一站 光脚鸭子 把哥们都穿鞋进去了 说我是张亚宾呢 啊哥们 不是 你们你们 这干啥还领着 对付这人来呢 有啥事咱 咱坐下慢慢说啊 有事不怕漏啊 漏漏个鸡吧 宝哥讲话了 涛哥 让你小兄弟 给他们都摁着 摁地下 男的都摁下 女的甭管 韦涛就一句话 一摆手 呼啦 上去三个 做个小五哥 平均两个人 摁一个呗 两三个摁一个呗 把这帮男的 哎哎 干什么 哎 扒扒掰胳膊 就掰胳膊 人家会摆 亲拿树都学管 直接往地上 这么一掰 女的那俩 女的都吓懵了 没打女的 女的上一边 哎呀妈 干啥呀这是 紧接着宝哥 讲话了吗 咳的老五 宝哥一个助跑 照着这个 照着这个张亚兵的 这个屁股 啪 就一披一头子 哎呀 我擦 哎呀 紧接徐老五讲话 我操你 打我地下 我烟灰缸 捡起来 照着一小的脑袋 还有甚至 啪啪 就开砸 小城过去也是 操 啪啪啪啪 就把他给打过枪 别人按地下吧 还没揍 没没没 因为别人也没敢回事 啊 你包括这个张哲 都没被打 啪啪啪 打的这家一裤子 都干碎了 啊 打了半天 啊 居老五也累了 宝哥也累了一百首 停 还妈的 打你咋的 打你打你不服气啊 打你 给当时张亚兵 打的啊 包括张哲也懵了 说这居老五 给他找了人啊 啊 小队队挺 他们硬啊 没兴许老五改 北京认识这帮人 哎呦 我操 你们敢打我 哎呦 你们都没废的 杜城这个人上来了 来来来来 啊 不说长得挺硬啊 认识人认识大哥啊 啊 今天呢 就打 打你就给你打服气 来 你提吧 你他们认识谁 来 你给他打电话 啊 啊 呀 腦袋都坏 都出血了 宝哥讲话 对了 还有个叫什么张哲的 谁 哪个是张哲 哎 哲哥旁边一坐 哎 坐下 摁着地上的啊 张哲 那个啊 这个徐老五讲话 说宝哥 行了 那个毕竟 毕竟我认识一会儿 别别打他了 跟他没关系 宝哥抽会了 算他妈你便宜啊 没打这个张哲 来吧 认识谁 来打电话 啊 来认识谁打电话 来来来来 今天就继续给你干服气 你认识流氓也行 黑白两道 赶北京好使啊 说给他杀开 这不两小五哥给杀开了 啊 这笔脑袋全是血 废话不多说 当时咱说的 就这小子起身了啊 说你们敢 他妈拿小队队打我 我打电话啊 你们你们你们别别动手了啊 宝哥讲话 臭 我打快点 行了 我打 这个张亚宾呢 拿电话 把他电话就拨出来了 但有人说打给谁 打给铁英呢 没有 没打给铁英 他有他的想法 因为小五哥出来打仗 本身就是一个犯距离犯错误的这么一个事啊 电话 他打这个电话 也打给当时燃书的北京一个小队队里面 哎 一个领导 啊 这领导就接电话 喂 啊 谁啊 财哥 财哥 那个 你在单位 啊 我在单位呢 我的谁 我那个 亚宾 卧槽 亚宾呢 咋的了 哥 哎 我 不多说了 因为有点事 啊 我 我 我看外面 我让人给打了 啊 我在那御华院 你不来过吗 御华院 我知道啊 啊 就就就 然后那个 对面来的一个人 还是小五哥 说来的小五哥 给我揍了 啊 一帮小五哥 小五哥 去给你揍了 啊 带小五哥打仗给你揍了 对 哥 来了就三多个小五哥 我也不知道他干啥的 你过来哥 我过去 骂了骂了 敢他们用小五哥打仗 啊 我现在就过去 好了 二十分钟 啊 你高堂都别走啊 谁那么跑 他跑不了 财哥 那我知道了 这话把灯一撂 啊 那废话不多说 他打个这个大哥呀 这个大哥呢 嗯 叫什么财 咱就不说全名了啊 这个财哥是干啥的呢 他是个小团团 但财哥啊 他不是说他带他手 手下来的 他还没带他手下 他联系了一个特殊的部门 那不废话吧 财哥本身是一个小团团的干嘛 啊 一般 呃 也就是呃 财哥撂完电话就联系一个一个部门 这部门研究财哥就告诉我说你看你给我配配点人吧 那咱就可以忽略不减了 财哥代理人并不多 他就带十多个人来 那这边 打完电话的这个张亚 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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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啊 瞅瞅这个 呃 韦涛 还有杜城 这个宝哥他们 那你们等着啊 牛逼你们别跑啊 你们敢打我啊 你们在这探事 小船两个唱 探事 探事 还探 行 别打了 牛逼你就等着就完了 都说两个等着 妈的我看谁来 不废话 也就是二十分钟 财哥到了 财哥车一到啊 他当时有几个 他们就是对面来的 这个车吧 有几个 也都是这个 军绿杂的 这个拘谱啊 然后特殊牌照啊 那都不用多说 下来 清一色 也就是赵庄来的 啊 财哥是是是是是是 是这个 也是赵庄来的啊 但财哥也就是两 两 呃 说实话 他也就是小 小钟钟 小小小 顶多了啊 也就这样 差不多 但是来的这几个人呢 都是都是 都是那个 普通的小兵兵 啊 穿的那个衣服 啥的啊 都是普通的 但是 带的白帽子 老铁 那要是有过 有过这个 小队队生 生活的人就知道 带白帽子 是干啥的啊 哎 一个白一个红的 一般很鲜明的对比啊 这这边都带的白帽 啊 然后讲话了啊 小啾啾 啥啥就这个 哎 这不就 瞎扯了 啊 讲话 楼上 呼啦啦来了 啊 屋里面 他没不知道找的是谁啊 啊 讲话了啊 这股间门就开了 财哥也是 人没等到呢 声闲先到了 一推门 看 啊 那么他他比的门 一拉开 我看看 哪个他妈小队队的 给他外面 他妈撒爷呢啊 谁敢带小队队 出去打仗 来来来 多多我站家 这小五哥 给他旁边 都站一排嘛 等着这个尾套的命令嘛 啊 那个三十多人 都站在他手夸力啊 一进入一瞅 啊 也是一愣神啊 啊 但小五哥并没动啊 众人一回头 包括宝哥啊 北涛都回头 臭 啊 这个姓才 就觉得这个财哥挺胖的 胖不乎乎的啊 吃着一肚肥油 谁啊 啊 谁的带人来的 谁的啊 什么那么级别 带人他们出来打仗了 这时 这个张亚宾一瞅 财哥来了 主心股来了 哎呀财哥 救命啊 你敢给我打的啊 就这帮人打的啊 他们带来的啊 财哥一瞅 谁带一堆 谁带一堆啊 他妈的不想混了啊 想上军中 要法庭啊 正说话的 宝哥跟杜成的命迹不达的 他瞅瞅 瞅瞅韦涛 韦涛瞅瞅 他不认识韦涛 老铁为啥不告诉你 北京因为 因为这个队伍太多了 而且韦涛并没着招 韦涛穿的便招 啊 韦涛讲话了 往前一上 我带的队怎么的 你带队 你多少啊 你干啥的啊 你什么级别啊 你带队出了打仗 老铁就是 即使韦涛是 小失师 他要是带队出了打仗 你找这个小啾啾 小茶茶 也照样受的 这是实话 有人说那大头 敢管 你你伪计的 明白没 人家总管这部门的 啊 就是说说说 他他并不怕这个 呃就是来的级别高 说白的明白说的意思 大伙就懂啊 你就管他玩 说你啥级别啊 你啥级别不行 不能把人带来 你哪个队伍的 韦涛一笑 但这时候对面 这个十二三个 戴白帽子 其中有 有几个小 仰勁一直 啊 有一个上前了 就哎 就拍拍的 就拍拍拍拍这个财哥 啊 那个领导啊 财哥讲话 你啥子 这这这怎么的 领导 这是这是我们啊 三队总纠察处的处长的公子啊 那个也是某部的复师 说他好 哎 这这这几个小病认出来了 有几个啊 那都是他爸下属的分支 啊 这巴巴的事 认出来了 首长好 啊 首长好 啊 你说啥 蒙了 当时就蒙了 就就就不拼对面 拼级别 他还比人小 差好几级呢 啊 一听这个蒙了 啊 撞过来 瞅瞅 这几个那几个哥们讲话 说那个 首长 我们就下去了 北涛 瞅瞅 滚的 是 这这这十二三个可能个小班长啥的一带队 撤 啊 我我我我整不了 你啊 对方必撤了 剩下这财哥 财哥一瞅 首长 是不是有啥误会啊 北涛讲话 我 不会个技一般误会啊 巴就给个嘴巴巴 哎哎 哎 说 滚 滚 咋的 西门鲜 他妈的找 找我爹那个部门 他们好好查着你啊 用不用 他这是只是 伟丽君手下 基层的这个小舅舅 眼睛看他爹 那个 那个 首长 没那必要 首长 误会 但首长 那个 谁 那个 这是这是这个铁鹰领导的这个领导的这个弟弟 伟套讲话了 我让你滚 滚滚滚滚滚滚滚 我走了 去你妈 直接吸鼻笑脸 挨个嘴巴 吸鼻笑脸 车出去了 啊 走了 他这一走 啊 杜成跟宝哥瞅瞅 过来瞅瞅他 啊 找他妈的 那部 就查 你管他 就查 这种头的儿子 你妈的啊 啊 杜成上去 啪一个嘴巴 宝哥上去 啪一脚 找点阴影 别他妈找他妈 咱们那部影 啊 找点阴影 你不认识 这什么阴影吗 找 又给他一顿笑 别打了 别打了 大哥 你这么点 喂 我在打个电话 这个电话不好使 你们随便打我行吗 给他都打尿急了 把个眼花打 那老铁 这回呀 他也没磨叽了 他讲话去你妈的 我找那个小啾啾 不好使啊 啊 我找大哥了 他真有 这个铁影领导的 这个电话 他真有 这不就电话 播给铁影大哥了 铁影大哥 在自己的办公室 电话 铁影 下来 铁影